梵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9月6日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后 于哥伦比亚时间下午4点多 抵达波哥大的军用机场 比预定时间稍有提前 尽管他的座机为了避开伊尔玛飓风曾改变航向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·康利 政界人士以及当地主教和信友们 到机场迎接了教宗 几位儿童向教宗献上鲜花 青年们则在一旁跳起民族舞蹈 之后在波哥大总主教 见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主席 萨拉萨尔书记的陪伴下 教宗乘坐车前往室内的盛座使馆 沿途15公里受到数十万人的热烈欢迎